台南府城不单单只是台湾的文化古都 因为有热情的人们 台南更显温暖有情 而成立30年的名人狮子会 更是南台湾不可缺少的一股热力来源 民国73年 许文化先生创立了台南市名人狮子会 企图深耕南台湾每个需要服务的角落 历任会长也持续举办社会活动 以落实服务人群关怀弱势的社团宗旨 因为我们的这一些班底是属于 银行地区的一些工商的老板 有参加银行消防益销总队的 还有银行帕市所的顾问团 然后我们结合了一些自同道合的社区的服务 杨伯舟原是台南地区知名的安全帽制造大商 秉持着服务大众的热情投身名人狮子会后 并接下会长一职 因为公司有我儿子的接棒 然后我退休了以后就加入了名人狮子会 一本吃中就是要服务于社会 前面的人浪贤 这样子让我有机会做一个服务 我们公司主要是生产安全帽 那我们公司这次提供了总共的奖项有700多件 那光是安全帽就有了280几顶 然后提供给有爱心的人士抽奖使用 为了推动捐血活动 各位师兄师姐赞助许多捐血木材品 杨忠奇也不落人后 将对父亲的支持化为实际行动 现场提供多项公司自理生产的产品 奖品琳琅满目 将爱心传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今年是第30年 那我们要扩大社区的服务 所以说今年我们所举办的奖血活动 奖品非常的丰盛 在我儿子的配合之下 公司里面提供了80多万的奖品 还有我们师兄师姐们提供了2030万的奖品 今天的奖品总共有100多万的奖品 虎妇无权子 在接手父亲的安全帽工厂后 杨忠奇大道阔府 企图生产出更多元的产品 拓打事业版图 除了安全帽 还巧思开发风衣 雨衣 防摔衣 皆出自公司自主品牌 并在此次针血活动中大放送 吸引许多车友前来 我们有做自己的品牌 那做自己的品牌 我们当然是希望延伸不一样的产品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公司现在目前会有防摔衣 会有雨衣 会有手套 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防摔鞋 或是不一样有关机车类的产品这样子 在名人师子会与杨氏父子合力的推动下 此次针血活动热闹空凡 可谓空前绝后 上完看到针血活动 会有点怕 可是针后就还好 就是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还不错 然后就可以希望来帮助别人 毋庸置疑的 针血是一项救人的盛行意据 由于血液有特定的储存期 若健康的人们能够经常针血 便能提供意愿充足的血液 挽救急需输血的伤病患 针血一带救人一命 针血一带救人一命 针 名人师子会至今已走过一万多个日子 杨会长秉持着 人生三十才开始的态度 希望为组织建立起一个更有制度 更有文化的系统 让师兄师姐们的爱心 可以更完整地散播到每个需要服务的角落 我爸这次他当了师子会会长 那当然我们也是尽全力地帮助他做一些社会公益 期许是当然他持续地一直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当然可以一直地做一些公益 能也可以教导我们下一代能尽量地也是来服务社会 这样子 杨会长打出了服务社区从在地做起的口号 哪里有需要 师子会将刻不容缓的支援 师子会的全新付出 让台湾变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